深毒一分钟 你的健康深毒管 叶峰主任医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呼吸内科副主任 流感病毒是怎么吸入人体的 流感病毒这祸 耐寒不耐热 在零摄氏度至四摄氏度的环境里 能活数周 56摄氏度环境里活不过30分钟 所以冬春两季 特容易爆发流感 不管你是人 是猪还是鸡 流感病毒祸害起来没商量 都愿意去你身体里浪一浪 深毒君着重介绍一下 流感病毒进入人体的两种方式 一种是流感病毒通过飞沫 经过呼吸道进入人体 另一种是流感病毒落在别的地方 通过间接接触 经呼吸系统进入人体 比如纸巾上有病毒 你拿来擦鼻涕 流感病毒就通过鼻黏膜进入身体了 深毒是个宝 尝看身体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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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